我刚看的经文是诗篇六学九篇三十到三十一节 我要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清他为大 即便叫耶华喜悦 圣此献牛或是 见有国有提的公牛 刚刚讲了一个字面意思 就是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更加叫神欢喜 好了,有些重点字 譬如赞美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神要人赞美的呢 大家有没有一些 你想到的答案 就是知道,享受神 我觉得是 是,赞美是可以享受神的 因为可以 譬如用一个家庭做比喻 当他们的子女 会称赞他们父母的时候 或者父母会称赞子女之后 那个家庭会发现什么的气氛 開心 還有些什麼 和諧 還有會接納 即是他會接納他 爸爸媽媽很盡責照顧我們 煮的菜很好吃 好時關心我們 當他這樣稱讚的時候 他就會對爸爸媽媽的心 會怎樣 更加開放 當爸爸媽媽做好事的時候 他更加會怎樣 當他媽媽媽有照顧他 會更加欣賞 和受落到他爸爸媽媽的愛 大家有沒有發覺 有些家庭經常埋怨 經常埋怨的時候 家庭會有什麼氣氛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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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氣氛 不開心 很生氣 得不到對方的福氣 就算父母好好的也好 子女經常埋怨 會覺得父母是怎樣的 不喜歡 不喜歡 不歡喜 父母就算做很多事 父母也會覺得很累 對不對 所以呢 就算有些人際關係 都是 感謝稱讚 其實是一種的欣賞 欣賞也會更加接納他 這是第一個原因 我們應該讚美 第二個原因 的確我們對神的敬拜和讚美 是對任何人都不做的 有個什麼原因呢 因為祂是創造的神 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沒有人是這樣 也沒有人 是的 祂是很完美的 也都是我們一切所有 從祂而來的 所以我們對神 是有一種不同的動作 是世界上沒有的 就是去敬拜祂了 當然那些人去拜假神 但是我們對這個神 就是和人是有不同的 這個感謝 就經常都會有的 就是什麼人都有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著這些字眼 以感謝稱他為大 我就想問大家 稱讚美和感謝有什麼分別 讚美和感謝有什麼分別 有分別的 譬如這樣 你讚一個人很漂亮 讚一個人很厲害 還有你感謝他有沒有分別 有 有什麼分別 多謝有感恩的態度 是的 多謝是有 因為他 因為對方什麼呢 你多謝他 當然是他做了些什麼 對你先好了 又是你多謝他 但是讚美呢 讚美是不是一定有些事情他做了 不是一定 可以讚美就是讚美他的質素 他很聰明 很聰明 很關心人 他有些質素 所以這兩個是有不同的 清他為大 這個重點詞有什麼重要性呢 高舉實 以感謝清他為大 就是什麼意思呢 以感謝清他為大 即是霸在第一 是的 即是說 本身的能 本身是自大 是 但是我們感謝的時候 怎麼稱他為大呢 它本身已經很大了 即是說我們的感謝 就是做著用什麼動作呢 大家可不可以用一些言語去 認同 認同 是認同 即是相信一個事實 他事實上他就是自大的 我們現在感謝的時候呢 就讓人呢 看到他真是自大 譬如我講到 很多時候都說神多好 幾完美 他真是很好的 那時候我們的心 會感受到神的美善 就是將他這個 至美善最大的質素呢 能夠入了我們的內心 即是這個 即是他本身已經是最大的 但是當我們稱讚他的時候 就更加是 將這個事實擺出來了 即是大家都能夠 自己又接受到 人就接受到了 好了 喜悅 我們可以發掘神喜悅是怎樣的呢 我們人喜悅 我們知道 我們懂得形容 即是我想你用一些想像來去形容一下 人喜悅的時候會怎樣 會笑 還有呢 歡呼著弱 歡呼著弱 他裡面會開心出來 是不是 好了 那神喜悅的時候會怎樣的呢 即是用人的說話來講 就是他歡呼著弱 那麼 我們世上不知道的人 耶穌有個人的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人 他會笑 其實有些人上天堂 看到耶穌的樣子是很像愛 他那種愛會流露出來 那種喜悅啊 即是接納人啊 會流露出來 即是說神一樣 他會好像人一樣表達 但是怎樣表達方式 我們就不知道了 好了 天父是一個靈啊 那這個靈怎麼起落呢 怎麼起悅呢 我們事實上我們未必知道 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 他是不是有喜悅呢 他是有喜悅 他裡面一定 他這個靈體 我們很難想像 靈體是怎樣的 即是你可以想像 一個靈 即是很難想像一個靈體 好像 好像白光 好像 飛落靈 即是 總之他裡面 他都會有一種著弱的情緒 在他裡面會著弱出來 那麼 有些人上天堂的經歷 他就說 當他一讚美神 那些花和草就讚美 一讚美的時候 就有些光 飛去神的寶座 然後神的寶座 有些光 飛去他那裡 這是人的那種形容 就是天堂的那種經歷 那就是說什麼呢 當神歡喜的時候 可能祂的恩典 祂的光 祂的愛 更加湧流在人的裡面 還有他裡面都有一種著弱的情緒 那我其實這些都是想像 這裡不是一種的教義 只是說 原來神都可以有一種興奮 開心 因為他這裡明明說到 祂是有開心的嘛 好了 人獻牛羊的時候 或者獻禮物奉獻的時候 神是會怎樣開心呢 還有比較 感謝祂 真心感謝祂的時候的開心 你可以形容一下 當人有獻牛羊 神會怎樣養呢 神會開心的 神會開心的 就是這個人獻牛羊 其實一隻牛羊貴不貴 就算古代都貴 為什麼呢 因為生牛羊不是很快的 很久才生一隻 那生一隻 慢慢大慢慢多 這個是 因為我去非洲見到他們 真的很久 上一次生牛仔 現在大了 但是很久還沒有生到其他的牛仔 所以帶一隻牛去獻祭 都挺多本錢的 其實都是神歡喜的 一隻牛 就是肯定 就是在我們很多人來說 一隻牛是超過一個普通人 一個月的人工有多 就是一個月的人工買不到一隻牛 神會歡喜 但是神歡喜 我們讚你祂 感謝祂多些 其實我們想起來會有什麼反應 會有什麼反應 當你知道原來我們讚你神 感謝神會神 這麼歡喜 會有什麼 我們可以有什麼回應 有什麼反應 親親跟神 OK 好了 更加願意親近神 覺得簡單很多 對 覺得簡單很多 不過我希望大家不要說 我做簡單 做難的 那些 其實這件事真的可以常做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說 我讚美神都不是很真心 這件事可不可以栽培的 可以的 怎樣栽培 怎樣讚美神的心 更加加強 講多些 講多些 神的美好 是不是 你聽到我經常都清重神 講神怎樣美好 我經常都看到什麼小事 無論好的還是不好 我都看到神的恩典 我怎樣看到 不好的我怎樣看到神的恩典 我就會這樣 譬如有個人 真是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就會說 神啊你真是好 你真是裡面 一點都不會有這些邪惡 奸詐 你完全不會做一些不好的事出來 永遠都不會陷害我們 永遠都不會做一些傷害我們的事 神永遠都是做最好的 就是我看到不好的人 我又會這樣 我看到好的人 我就說 感謝神 就是神賜給他這個聖 為他這麼好 就算這個非基督徒 那個好從哪裏來的呢 都是神那裏來的 因為神賜給人有良心 在黃華書第二章那裏說到 他有這個是非之心 能夠分辨 或以為是或非 這個就是聖靈在裏面做 有些真是行為能 其實有很多宗教的人都反對恐怖分子 但他的行為真是令到人很慘 很受苦 現在世界很多難人 都是由恐怖活動產生出來的 我們看到人在罪中的破壞性 看到神的美善 當你看到那些恐怖活動 我們又如何想到神 如何感謝神 感謝神的人 每個人都是殘忍的 就算恐怖分子 也有些被耶穌改變 我就是什麼事 我都會找神的好事 而且我們裡面的性格 會這樣改變真是好 好了,現在應用 為何人這麼難去讚美呢? 因為見不到神 是的,一個原因 見不到神有什麼方法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這方面呢? 去研究聖經的證據 去看到聖經客觀的證據 以及經歷神 越經歷神也越見到那麼多 但是有一個同事去教徒 他說他沒有經歷過神 但他又相信聖經是真理 那是怎樣呢? 因為呢 因為有很多教會 很少講到經歷神的 他不會解釋 平安、喜樂、興省、安慰 或者喜愛 這些他不會覺得是神的工作 他如果知道他一路親近神 他有經歷就會知道 他會知道現在神在做功 那你都可以跟他說這些 他們都會有的 如果他安靜祈禱 他會有平安喜樂 我初信已經有的 很明顯的 很明顯有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建立這種關係 建立跟神的信心 今天我和太太一起看 他的YouTube 講到以色列的 看到一個金門 金門就是封了的 向東面的 原來耶穌去 也都在東門那裡入的 而在以色列書第四十四章二節 就講到什麼呢 耶穌進了這個東門 這個門就會封閉 現在真的封閉 現在是 那些磚、那些石 全部封了 按照聖經的預言 我看到這個 我都說很感謝神 這麼多門都開 這個門是封了的 為什麼他們要封了它呢 那些人不是故意應驗聖經的預言 他們是不知道的 而封了 這些都是一些聖經裡面 那我都會再查一下 到底歷史上是什麼時候封的 為什麼會封的 就是我都會查一下 這個都是我 就是我看到什麼 我就會去思想 那我都希望大家 整天都會看到神的美善 於是才更加感謝 那好了 怎樣培養這種 很感激神的心呢 見到有些開心的事就這樣 是的 感恩 還有法治學習 法治內心 這才我們說 神的屬性 這個經文有些什麼 神的屬性呢 為什麼我們 他有些什麼性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稱讚他呢 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喜歡連衰人 神喜歡連衰人 在這個經文所說到的 他是 配受讚美的 他是完全美善的 配受讚美 這是他第一個屬性 然後呢 他會留意到人會敬敗他 他會知道 他會記錄 他會賞賜 在這裏看得到神的屬性 神呢 是很多好事 很美善的 他很歡喜我們去 敬拜祂的 敬拜祂的神 他是很有回應的 那大家可不可以 學習這個互動的討告呢 我們今天所說的 就是 我一路感謝呢 神就很歡喜了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樣做過 一路 這個是需要visualize 但你不用想神的樣子 有人問我 你騎兜的時候 是不是想著耶穌的樣子 我沒有想著耶穌的樣子 我只是想著耶穌在這裏 但他的身形什麼 我都沒有想 我沒有想他的衣服 我沒有想他的樣子 我沒有想他的發光 我只是想著耶穌就站在這裏 多謝你 就是向著他 但我是沒有想過形象的 那我們不需要想的形象 形象化有時候會有問題的 因為形象化會變成狗像 也可以找一些圖畫 來將耶穌形象化 但我心中經常學習 從心底處感激神 我又知道神歡喜 我心裡就 神現在很開心 所以我又開心了 神很開心 我就開心 大家有沒有試過 例如你做工 當你一知道老闆很開心 你會不會 心裡馬上有種開心 當你老闆告訴我 你做得很頂瓜瓜 是一定會的 當我們知道 原來神開心的時候 會不會開心 所以我希望 神給我這個感動 我真是這個互動的禱告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良光 很大的祝福和幫助 我們從這個經文 我們發掘到這麼多 原來很簡單的經文 我再總括回去 發掘到什麼 第一 就是神的屬性 祂是值得讚美的 而我們讚美祂是留意的 祂會記得的 祂會賞賜的 而讚美和感謝的分別 而神是會 祂裡面真是開心 怎麼開心呢 我們不知道 耶穌也有聖經記錯 祂在世上有喜樂的時候 天上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天使怎麼喜樂 我們不知道 不過肯定 是會有一種喜樂的爆發出來的 而當神一喜樂的時候 祂是會祝福 即是喜悅一個人的神 祂是會祝福的 而 就算我們獻這些動物 這些一切 或者獻上的錢 其實都不少價值 但原來我們真心愛神 為何真心愛神這麼重要呢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為何我們真心感激神 神會給那些錢 譬如你奉獻 譬如一個人 他有三千元的薪金 不是三萬元的薪金 在香港來說 都不算很高 三萬元的薪金 那他三萬元的薪金 他奉獻三千元 都是一個大數目 但他很感激神 神會歡喜 當然他都需要奉獻 他不是說 我敬怪 我就不需要奉獻 為何神會這麼歡喜 人這麼感激他呢 就是你奉獻那三千元 以及你感激神 愛神 感謝神 為何神會這麼欣賞這些東西 多些呢 這個是形容 就是這個一個 也可以說是一個 去用人去 這個可以說是 人從聖經去明白 神的性和神的人的回應 真心是否會有一個靈的交流 是的 錢他都不能馬上收到 錢他收到 錢他收到 不過他收到是那個物質 也可能收到一種感謝的心 不過兩個人可以吸拼的 你一邊奉獻的時候 一邊說 神啊你真是好 我很甘心樂意 將這些奉獻獻上給你 神就一起收起來 神就很歡喜了 是吧 當你明白這個經文 會令你有什麼激勵 你會怎麼做呢 整天怎麼做 整天都感激神 並且不是普通感激 是怎樣的 極度 哇 神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哇 真是好得爆了 我真是很感謝你 很歡喜你 很喜歡你 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其實難不難呢 其實不是很難的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人是沒有什麼動力去做 或者不明白聖經 就是由這個聖經 我們明白到 原來這個聖經 解開就有亮光 1119篇講到 關於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解開就有亮光 原來神喜歡這件事 就是喜歡我們的心 去喜悅祂 聖此獻上的禮物 以及順從祂神這麼歡喜 大家這個經文 就記住了 因為這個經文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文 告訴我們 就是讚美 敬拜 感謝 是神這麼歡喜 和神會回應 神會喜悅的 這是支持這個神 因為在聖靈的圈子 有一個神學觀念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敬拜的時候 神是會歡喜 神是會祝福和回應的 這是一個經文的支持 因為有很多教會 少說這方面 拐拜 不是神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